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我们在上堂课已经讲到这个词电路的部分 那我们说我们在讨论的过程 在整个词的电路的讨论的过程当中呢 第一件事情 我们是把 这个 持肉的部分 我们把它忽略掉 OK 那第二个部分的话 是我们把 你这个gap里面的 引起磁力线 弯曲 的这些效应 你全部把它 忽略掉 OK 然后 第三点的部分 虽然这两个部分 我们把它忽略掉了 以外 最重要的还有一点 是比较麻烦的 也就是说 我们在考量 这个 持导率的部分的话 那这个整个 持导率 你是 h跟 mu的关系 OK 那 这个呢 理论上面 是应该 mu并不是一个 常数 那换句话说 你会发现 我们如果 真的去看 b跟h之间的 关系的话 b和h呢 它的 整个 linear的关系呢 并不是 完全存在的 而是什么 当我们把 这个h呢 是完全 跟free current 有关系的啊 OK 所以h呢 我们一般来讲 就是 你所谓的 apply the field 就是你 外界加的 这个电厂的 一个部分 那我们说 我们当外界加的 电厂进去以后 那b的话呢 是介质里面 连同介电信息 所得到的 一个结果 那我们会发现说 在你加很小的时候 它是linear 但是你 把h越加 越大的时候 我们可看到 就是它会 有一个饱和的 情况出来了 那 当我们把 我们的这个 外界的厂 把它拿掉的时候呢 我们会发现 它不是沿着 沿来的 为这个 这个曲线走回来 而是 当你把 外界的厂 拿 外界的磁场 拿掉了以后 里面还有一个 残留下来的磁组 OK 这个残留下来的磁组 磁 磁场不是磁组 这残留下来的磁场的大小 是跟你这个 是跟你这个material的磁组 是有关系的 OK 你要怎么样把你这个里面的残留下来的磁场 拿掉呢 你要加反向的apply field 才可能把它变成磁组 所以当你的反向的这个apply field 在越来越加的时候 我又发现它又达到另外一个饱和值 那 再来 我又反向过来 我们会发现 它也不是走这条路回去 所以 它会又有一个up 这个反向的 这个b 在界纸里面跟外界的场加起来的结果 它整个曲线是这样 OK 所以你会发现 为什么我们在当时在讲说 我们的这个整个的 这个m值的大小 是跟 它的过去 你磁化的过程有关系 因为 一带一块 新制成的material 把它加了磁场以后 这一个部分 是属于什么 只有走一次的 OK 一旦你被磁化过以后 你就不再走这条了 就是这个 的曲线在走 外面这个曲线 所以 到底 这个 比较宽还是比较窄 有的是会很宽 那有的是会比较窄一点 这个就整个比较窄一点 那这个VH curve的部分 对不对 就完全 跟不同的磁性是有 不同的磁的 这个material的磁的磁性 是有关系的 好 那 我们平常把这个VH curve呢 就叫做磁质曲线 OK 好 十四曲线 那 你从这里 你就可以看到了 就是 一个 我们本来说 这个μ啊 是等V 跟H的比值 对不对 那换句话说 如果我知道H的值 我的material也知道了 那我就可以知道说 我这个H的值 所对应的V是多少 那 在这里的 学历 就是 V跟H的比值 这个这个学历 就是V跟H的比值 那同样的 你是这样加 还是说 已经加过头了 再回过头了 所以你实验的时候 就完全不同了 你实验的时候 我说我要加 譬如说 我要加 这个 十个 这个微博 那 我们看到的是 我加加加加加 加上去了 那其实你的μ是这个 那有个同学说 反正 扭一转 加过头了 再把它降回来 那 对不起 你加过头 转回来的话 它不是这里的 它就到哪里去了 就跑到这里 你测量到的 协力是这个的 协力 OK 所以同样的一个 apply field 那你可能 对这个戒指来讲 你的μ值可能是 这个大小 也可能是这个大小 所以这是跟你整个的history 是非常有关系的 那也是我们在决定你的整个词的这个问题上面 这个μ值 是一个不太容易去决定的一个部分 那 不管怎么样 我们说 我们知道h的时候 如果你的materials 已经确定了以后 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它的v值 所对应的v值 是多少 OK 不管是对应这个 或者对应这个 那 在这里 我相信你们在普通物理里 你们都已经知道 为什么会有这个饱和的v 在这边 为什么会有这个饱和的v 嗯 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 为什么会有这个饱和的v 嗯 有没有同学 可以告诉我 为什么会有饱和的v 今天几号 9 10 好 有人提早 嗯 已经差不多是 对 已经都顺着磁场排列 很好 非常好 它已经顺着磁场 你apply field 给它够大的时候 那你能够排的都 尽量朝的apply field去排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 残余的磁场存在 我们说我们整个回路里面 那这个整个回路呢 是等于MMF的部分 那MMF的部分的话呢 我们会看到的 这整个回路里面 有些地方是有gap OK 是 你是磁性物质的地方 有些是没有gap的 那我们说 有gap的跟有material的地方 所构成的整个loop里面的话呢 我们从这里面看得出来就是 我有material的地方的h 那它跟有gap的地方的h 乘上它的长度 它整个加起来 应该是要等于n乘上i 那这个是我们在上一堂课已经讲过了 这是完完全全 如果我们没有flux linkage的部分的负 那我们会发现说 流过material的地方的flux 跟经过gap的flux 因为我们的flux啊 v.ds要等于0的 那你没有flux的linkage的部分的话 所以在这个位置的flux 跟这个位置的flux 应该要相同 这是我们在上一堂课也讲的 所以在这个条件底下的时候 你就可以知道我们的mu 因为b是等于muh的部分 所以muf啊 b的f hf要等于mug的hg 那我们把我们的结果把它带进去 这个关系式带这些关系式进来的话 hf现在我们把它变成mu分之bf lf加上mug分之hg 然后lg要等于mr 这是b 好 那你现在你看到的这个结果以后 我们很自然的我们可以把它做一些语项 bf的部分 乘上 我把bf把它当成是一个独立语项 然后其他的都把它画到另外一个地方 mug fg 然后 lf lg 然后vvg 这个呢就等于ni 然后除上lg 乘上mug muf ok 这应该没问题吧 那我们现在 好 那我们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在这上面已经告诉你说 vg跟fg呢 是一样的 所以你基本上 你可以把我们的vg的部分 这个fg的部分就是写成vf的部分 我看 就是这个bf的部分 然后 e加上 mug muf lg vg跟vf 提向过来的 那就是等于lg n r muf k 所以 从这里面你可以看到 vf的部分 vf的部分 实际上就是fg hf 所以你可以从这个关系式里面 你知道你的vf是等于多少 因为i是知道l也知道 ok 我这个地方 如果我们更进一步的话 lmg的部分的话是gap的部分 那gap的话就是mu0 我们可以把这一项 把它简化成mu0的部分 就是 这个 有gap的地方 那就是空气的部分 它不会 那它就是大坏是mu0的部分 所以基本上面 你从这里面 你只要知道material的 mu值的时候 你就可以 从i值就可以知道bf词 那bf词跟hf词 它之间是等于muf除以fg 所以更简单的 我可以更进一步 把这个带进来 hf 然后muf 1加上muf lf跟lg就等于l lg是muf的gap的地方 然后nmuf 所以这两边的muf就可以消掉了 那你马上看到的是hf的部分就是这一个项 那这个是电流已经知道 所以你这个项除以这个 那这个就是跟你的bh客服有关系的这个值 所以hf的值 就是我们在这个material里面的特征 就是我们在这个material里面的特征 的关系 那理论上面来讲的话 这整个的关系是 我们举一个例子来看好了 因为我们用的是这个关系 这个关系就是持组的关系 类似是couch hop定律 所以你现在你看到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呢是我们常常会碰到的 它常常发生在什么变压器里面 如果把这个日光灯的上面 那它变压器拿出来看一下的话 那它大概的情况就是这样 这是一个铁石性物质 然后这边有缠绕了一个旋圈 OK 那同样的部分 这边也一样缠绕了线圈 OK 那对于这个 这个整个material来讲的话 我们 我们希望知道是说 流经这里的flowers是多少 OK 那流经这里的flowers是多少 然后流经这里的flowers是多少 我们想要知道是这样的 所以 如果为了方便取见的话 因为我们的i是这样子弄的 那我把这边的flowers呢 定义成这个方向好 OK 那定义这个方向 我把这边的flowers定义成phi1 那流经这里的flowers定义成phi2 那流过这里的flowers定义成phi3 OK 那有一件事情是 我可以有两个loop 第一个loop呢 是这边的 这个loop OK 那这个loop呢 很简单的 你现在有n1杂导卸 那你就去看这个loop 那这个loop的部分呢 就变成是什么 因为你的flowers的方向 跟你的这个n1i1的方向是一样的 所以n1i1就等于你的phi1 phi的部分 oh ok 我们在之前 我们应该要把它写出来 我们说我们的 这个磁组 跟我们的flux 那加起来 就等于mmf的部分 就所有的mmf ni 那ni 那这j 所以现在你知道 这个整个的磁组的部分的话 我可以分成几段 这一段是同样的 然后这一段又是不同 因为这个是缠绕垫圈圈的 然后这一段是不同 缠绕垫圈的 那这一段 缠绕垫圈的这一段的部分 因为这里通过了flux 到这里的话 flux分成两个部分了 所以我为什么要把这一段 跟这一段当成是不同的 因为它的flux是不同的 所以我们说我们把 这一段当成是l1 那这一段当成是l2 那这一段一样的 是另外一个l 那我们说是l3 ok 那在这里面 有一个部分 你知道flux1 跟flux2跟flux3 就好像你在 cash hub的那个电流 在这个节点 not theory的部分的话 flux1进来的 flux就相当于是电流的角色 这个进来的要分成两个部分 所以我们实际上是flux1 是等于flux2加flux3 当然我们是在忽略 对这个flux2跟flux2跟flux2的情况之下 所以 好 我们现在我们说 这一个r1 这一段这一段的词组 乘上flux1 再加上这一段的词组 r2乘上flux2 就是这个clux2的整个结果 那phi1是等于 phi2加phi3乘上r1 再加上phi2r2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部分呢 就是你可以选择两种方式 一种是选这个大路 你也可以去选择这个小路 来计算 那我们就说 我们好 选择这个大路 好了 我们说 我们选择这个大路 来计算 那如果你选择这个大路 来计算的话呢 首先第一件事情 我们看到 在这边 你看到了 你的电流线圈的方向 这里有一点画得不太对 这应该绕过来是这样子的 OK 这个旋圈的方向 跟phi1的方向是正的 但是呢 在这里面 旋圈的方向呢 跟flux的方向 我们的定义已经是什么 相反了 对不对 所以在这里就好像 你所接的 这个电池是这样接 这边的电池是什么接法 反向接了 OK 所以我们变成是 这边是 N1I1 减掉 N2I2 这是N2 这是大的 红色的这个loop 所以 total的MMF 在这一圈里面 红色的这个loop 然后呢 它是等于多少 等于R1 是这一块 L1 L1的话是等于R1 F1对不起 再加上 这个呢 是R实力的F1实力 那我们知道 F1的部分是等于F2加F3 然后是R1加上这个R实力F1实力 还有你现在 我可以进一步去整理 这次是R1加R2的F2 再加上R1的F3 那这边呢 是R1加R实力的F2 F2的话是R1 F2 再加上R1加R实力的F1实力 所以利用这两个关系 你就可以解出来 解出来F2是多少 然后F3是多少 然后F3是多少 OK 那F2解出来的话 不是 相加加加加加加减 我不在这边算了 我可以把答案 R1R2加R1R3 再加上R2R3 分支R2N1I1 加上R1N2I2 OK 这是F2的部分 那F3一样的 我这边没有把它写出来 那你可以去计算一下 那有同学会问说 我们在这边的R到底是多少 R一样的 我们的定义就是我们的词组 它基本上面就是等于Mu 然后你这个的Close section OK 那每一个的Close section 所以我们可能是第一段的Close section 过第二段的Close section 分支什么 L 对 那 这是每一个R 有不同的L的部分 那可能这个Close section 跟这个Close section 你要看你的定 所作用的 设计的是一不一样 然后L值 你就自然而然 可以得到 你所对应的这个R值出来了 OK 那这是我们一般的这个方式 那我们刚刚有在讲说 在这里我们所 定义这个R 这个Mu值呢 几乎就是以Close section来计算 那你怎么办呢 那 其实 在实用上面 我们知道Mu并不是一个Constant 所以我们会做一个B进化 这个B进化是什么 你已经假设 首先第一件事情是 你先假设Mu值 OK 那你去解R值 你把R值解出来 那R值解出来以后 你就可以知道 你的Phi值 OK 那Phi值一旦知道的时候 其实就是我的B值知道 因为Flux知道的话 那B.Ds就是我们的Flux 对不对 好 那这是我们所知道的 然后呢 你有你知道的B呢 利用你的BH curve 你对应一个B 你就会有对应出来的H 对应出来的H 那这个H的地方 你就是有你的Mu值了 所以你从你的B 这个BH curve里面 你可以找出对应的Mu值 OK 这个Mu值啊 跟你假设的Mu值 可能不同 对不对 那 你去把 这个得到的Mu值呢 你这边如果有三个Mu 你这边就假设三个Mu Mu1 Mu2 Mu3 因为我们有三个位置 OK 那 同样的情况 看你的问题 那你这边会得到Mu1 Mu2 Mu3 会不同的Mu值 会得到出来 把这个Mu值 再带回去 做一遍 Mu会得到另外一组 对不对 所以 这个 在数学上面 这个叫做Iteration 那我们最后就会到 最后就是什么 Safe Consistent 带进去的Mu 跟出来的Mu 如果是相同的时候 就表示 这就是你的答案 OK 所以 基本上面 这个Iteration的过程 这个Iteration的过程呢 是我们在物理上面 尤其是在理论上面过 非常多的地方 你会发现说 你根本没办法达到一个正确 完完全成正确的答案 我们类似B净法的部分 慢慢的 先假设 如果你的假设 跟你的实际上的值是 已经很类似了 那就表示 你这个Iteration的次数 一下子就很逼近了 如果你假设的 跟你 这个实际上的值呢 是差很多的时候 那 有两种可能 就是什么 你会 做这个Iteration Loop 会做很多次 你才可以得到正确答案 那有一种情况是 你假设的值跟 这个出来的值是差 一万八千里 你怎么Iteration 你都得不到正确的答案 这代表你这个 Try Answer 是非常非常差的 所以有一些物理的问题 那我们计算机都很方便了 如何你猜一个正确的答案 是一个很大的技巧 你如果能够猜一个正确的答案 然后Iteration几次以后 你就得到正确 这个 差一个接近正确的答案 就可以得到 接近正确的答案 那这个正确的答案 跟真实的答案 真实的答案 差多少呢 那你可以去设计 设计什么 进去跟出来 在计算机里面 绝对不会有 等号存在的 进去跟出来 它的Data 进去 进去 input跟output的部分 我们是实际上是希望说 你进去就等于出来 那就是表示你这个是 real answer 对不对 但是在 这是理想 在实际上操作 进去跟出来的答案 你只能要求说 我希望进去跟出来的答案是达到 10的什么 负6次方的L 或者10的负8次方 10的负10次方 你要越接近的话 那就是你的Iteration次数要越多 OK 那如果是觉得说 大概就好了 你可能一两次就达到了 所以这个就是你要求的精确值 那我们在计算机里面 你不可能有等号的 譬如说我们说1.0 你可能在计算机里面是0.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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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你的1.0 OK 好 那 这个跟1.0 就是一样的 那 它跟它 精确度差多少 那就看你几位数字而定 这是 我们在实际上的操作上的问题 好 到这里有没有问题 嗯 所以 我们就是利用这样子 去把磁电路 不管你都复杂的磁电路 里面经过每个的blocks 去把它算出来 去带进去 因为你每一个 没有没有没有 你进去的话 你mu mu 1 mu 2 每一个phi值都会跟mu 有关系啊 对 不是个别带 是你在这里面就已经有 都有关系 它不是independent的 它 每个phi值都会 跟mu 1 mu 2 mu 3 有关系 这样了解吗 所以 像这样的 iteration的部分 都是需要靠计算机来帮忙你 写一个小程式 然后你就可以做iteration 那了解吗 好 好 好 谢谢大家